白色車輛微停在畫有紅線的人行道上 看見有人錄影 駕駛超氣 走上前質問 明明違規在先 態度還這麼差 看見男子錄影搜證 氣狠狠反而教訓起來 駕駛回頭往後走 想要繼續卸貨 撇過頭卻看到警車經過 立馬聳了 趕快移車 這是路口轉角 桃園中立延平路的人行道上 過馬路的民眾遇到急停在他面前的貨車 好意提醒 揮手向他示意不能停著 駕駛不離 當起路霸 直接停在人行道上 黃線可以臨停 大概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 他有一個卸貨臨停車位 有停車場 又有卸貨臨停車位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要停人行道 在人行道臨時停車 儲輕財幣三百元以上 六百元以下罰款 原來駕駛是為了卸貨 才將車輛微停在人行道上 為自己的方便 影響到行人 陳先生二月時 也曾舉發過一輛保時捷 微停在人行道上 不過當時遠景沒有開單 這次又再遇到微停車輛 擔心限縮違規檢取之後 違規亂項會越來越嚴重 記者劉智長李廷西桃園採訪報導 oke ipps up amp polқ tsunami rió 2 click